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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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勤組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9月12號禮拜一 以下就今天的盤後碎碎念 好我們先來看到今天大盤 224點 有很多人好奇說奇怪 為什麼今天大盤會漲了這麼多 那其實在這邊大概列了幾個原因 但是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原因 是在於說 因為在9月22號 聯準會他們要召開FOMC的會議 那在會議前的兩個禮拜 就從現在9月12號開始 然後到9月22號的這一段時間 它是一個所謂的 兼末期 什麼叫兼末期 就是聯準會的官員他們是不能夠講話的 他們在這個時候他們是不能夠有什麼 太多的發言 大家還記不記得在前幾個禮拜 就不管是聯準會的主席鮑威爾 或是其他的聯準會的官員 都不斷的放話出來跟他說 我們接下來要升級三馬 或是我們現在通膨還是非常的強 所以說其實在兼末期之前 很多官員都出來講話 為什麼 趁著還能講的時候趕快講 那現在這段時間到9月22號之前 他們是不能夠講話的 所以說 現在市場上反映的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不能夠講話 所以聯準會的官員他們就不會去用他們的話 來影響這個市場 這個是我覺得今天上漲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如果說我們就目前 就是各個產業的基本面 或是各個產業的狀況 其實你會發現說 產業狀況沒有什麼太大的改善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改善 那所以說唯一我們能夠解讀的就是說 現在剛好是一個聯準會的兼末期 所以說市場趁著這一段時間 來做一個那種拉抬的動作 去尬那些放空的 或是去尬那些空手的人 所以今天大盤上漲了224點 目前來看會比較像是這種狀況 好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產業的狀況沒有什麼太大的改善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航運 因為今天航運其實很強 你看像今天陽明 今天陽明漲了3.2 漲了4%多 所以漲得很強 然後大家想說是不是航運要幹嘛 重返榮耀 對不對 因為你看今天他們漲這麼多耶 但在這邊我想針對航運 稍微來講幾個看法 第一個 因為我覺得航運真的是非常多人持有 超多人有航運 就是你那個中秋節 你可能跟別人烤肉 問一下你手上還有什麼股票 他說還有航運 真的航運超多人有 所以說這個族群 是我覺得說熱度始終不減的一個族群 好那他們今天上漲到底是為什麼呢 那我們這邊先來看到一份報告 這一份報告是 原大頭顧他在9月7號發布的報告 那在這份報告呢 他有寫到蠻多文字 可是我覺得這一段是最重要的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我把它標示一下 這一段 他說你看喔 貨運航運的平價跟運價呈現正相關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在平價一間公司的時候 好比說像陽明長榮 這一類公司市場給它的股價淨值比 可能是原本是1之類的 那他們這個股價淨值比的平價呢 是跟運價是一個正相關 也就是說運價漲 這些公司的平價就會上修 平價上修 那股價當然就會漲 那如果平價下跌呢 平價下降 那當然股價就會跌 所以他這邊寫到說 貨運行業的平價跟運價 是一個正相關的情況 好那我們看到這一句話之後 我們來看到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運價 我們來看一下運價 看完運價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會發現這一張圖 是上海的集裝箱運價指數 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座三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座三耶 就之前運價從2020年的時候 開始是一路往上飆漲 把圖放大一點點 你看從2020年開始 它的運價都是一路的往上飆漲 但最近咧 最近這個運價簡直就是一個 用跳水 它幾乎是已經90度的跳水往下 所以大家看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當然你覺得市場會怎麼想 你的運價還沒有上來 而且你的運價還是一個 持續下降的情況 所以說 航運的股價會不會受到壓抑 當然是會的 一定會 因為我這樣講 運價它跟 航運族群的平價 它是跟正相關 所以說運價下跌 那當然代表著 航運的股票的價格 它也會跟著下跌 所以說假設我們未來有一天 假設 maybe有一天 你看到運價如果它開始 開張拉回來 那航運股的股票 它的股價會不會漲 那就會了 前提是運價要先上來 目前我們看這個運價呢 憑良心講 它能夠回到在當時 2022年的這個高峰 有難度 真的是有很大的難度 原因在於什麼 原因在於是我們現在知道 以前是 大家是拚命的賣貨 你看以前是在前兩年的時候 所有產業電子股啦 像是手機平板筆電 你想到的東西都開始一直在出貨 一直在賣 那現在咧 現在還是這麼一回事嗎 其實不是 我們來看到另外一張圖 這一張圖叫做 企業的存貨銷售筆 這一張圖代表什麼意思 我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像這個存貨銷售筆 它的 這一條黃色的線它越高 就代表什麼 代表說它需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去把庫存給賣掉 也就是說呢 我們看到這個數字越小 就表示什麼 它庫存賣的越快 那你庫存賣的越快 公司的周轉率高 那當然 你公司的銷售會好 那如果你周轉率高 那你是不是船要幹嘛 一直跑 對不對 你要一直運嘛 因為你一直賣一直賣 那你當然船就一直運 那可是我們看到現在 你看喔 從當時候在2021年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開始 你會發現 庫存銷售筆 它的這個數字 就沒有再創新低了 然後最近幾個月了 你會發現 這個數字 是一直怎麼樣 一直往上 表示什麼 表示說現在 你可能要去 去銷售庫存的情況 就沒有像之前這麼好 之前是你有貨 立刻就賣出去 貨立刻就賣出去 可是現在勒 現在情況是因為 整個消費環境都開始縮手 所以變成說你要賣東西出去 變成說你不像之前 會賣的這麼快 所以你看我們把這兩張圖 來想一下 第一張圖是我們剛剛講的 上海集裝箱指數 第二張圖是 存貨銷售筆 我們把這兩張圖 合在一起看 你就會發現說 目前存貨銷售這個數字 還是在繼續的往上升高 代表說大家賣庫存怎麼樣 可能要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因為下游終端的需求 沒有這麼好 那如果下游終端需求 沒有這麼好的話 我們去想一件事情 那你覺得運價 它會回到之前的高峰嗎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一個 比較難的情況 如果你說現在全世界的消費 開始復甦 那說不定運價有機會回去 那如果假設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呢 就是各家廠商一直在去庫存 然後下游的消費一直在縮手 那你覺得運價會回到之前的高峰嗎 所以我覺得會有一點點難度 那為什麼今天航運會這樣子漲呢 我們再把這一張圖 這一張元大報告的圖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來看 它是用0.6倍的股價淨值比來做評價 你看它之前股價淨值比 是從1倍然後下調到0.6倍 所以它這邊給的目標價是65塊 那我這邊先講一下 就是我們在看這種報告的時候 像這種投顧 郡商的投顧他們都會有這種報告 這種報告我們在看的時候你要記得 目標價它不是一個太大的重點 因為通常來說 你看看這目標價通常都不準 通常都不準 他們只是用一個方式 他們只是用一個就是 像是本益比或是股價淨值比 這一類的評價模式去把股價去做一個 他們目標價的預測 但這個預測通常都是需要調整 而且通常都會跟實際上的股價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在看這種報告的時候你要去了解到它的邏輯 而不是去看它的目標價 OK這個應該要知道 所以說它那時候給目標價是65塊 那65塊這個數字 你會發現剛好就是像陽明 可能上禮拜五的低點 就是大概67塊多 大概是這樣來看 那所以說其實在今天的航運上漲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一個 我會把它當作是一個跌升之後的反彈 那反彈之後你要看第一個零售數據 它到底有沒有開始下降 如果庫存銷售的情況是比想像中來的好 那當然航運它就比較有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有感的反彈 但如果說庫存銷售一樣還是很糟 然後運價持續跌 那可能我覺得航運大概長期來看 可能它的趨勢可能還一樣是我覺得沒有這麼的好 所以說今天在節目一開頭的時候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我們看到今天股市上漲 可是真的是產業有改變嗎 從目前的經濟數字來看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產業 有什麼太明顯的好轉的現象 當然沒有惡化啦 但是也沒有到好轉的情況 所以變成說今天的上漲 我會認為是一個聯準會 他們在開會之前接末期的一個市場的一個 強反彈的心態這個是目前的大盤的看法 好那我再講一下說在中秋節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跟一些朋友在聊天嘛 然後他們就剛好聊到海運 因為海運真的很熱門就是 在過去兩年啦 不管你之前有沒有買過股 有沒有買過股票 有買過沒買過都好 你起碼都會碰過一次航運 真的 你有看過太多的那種知識 之前沒有買股票的人 然後跳進來買航運 非常多人 然後那時候就有聽到一個朋友說 航運被套怎麼辦 那他的回覆是說 沒關係嘛 那我就領股力就好了 對 我可以領股力 反正我總有一天領的回來 但在這邊阿信跟大家稍微講個觀念就是說 你在看這種領股力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如果假設 我說假設 假設你是一個真的想要靠零股力 長期投資的投資人的話 你要記得一種股票 他不是你的首選 什麼股票 像這一張圖是 從看一下從2021年到2005年 航運的配息 我們看最後黃色這個欄位就好了 這是他配息 我這樣講 如果你是真的是想要長期配股配息的 你要看的是說他每年有沒有固定的配息 而不是說你看他今年配很多 你就想要來參加配息 這個是錯的觀念 因為你去想 一間公司他如果能夠讓你穩定配息 代表說這一間公司 他是一個比較偏向穩定的公司 他不是說那種大後大後一塊 就不是大起大落 這種大起大落 像航運他就是大起大落 所以我那個朋友說 他說他想要領股息 那我當然我沒有跟他講這麼多 因為我覺得個人的操作 就是個人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想要再跟大家 觀眾朋友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去做這種 長期投資的配股配息 麻煩請記得 你要找的公司 絕對不是像航運這一種 前幾年是完全沒有配息的 然後今年才突然配了一個20塊 這種公司絕對不是你要的公司 你要的是一個穩定 他可能配的沒有很多 但是每年穩定配給你 這樣才是一個穩定配息的好公司 那如果像這一種大好大壞的公司 前幾年一毛錢都不配 突然一次配了20塊給你 怎麼樣一配可以讓你吃10年的概念 這種東西通常就不是一個 長期存股的標的 這樣ok這樣應該都知道觀念 就是你在選股票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長期投資的話 你要看的是哪一種的公司 好所以像陽明這種 如果你是真的是抱持著 你想要長期投資的話 我個人也覺得不是非常的建議 因為他的公司的他的產業的屬性 並不是這麼的適合 ok那當然如果你是套牢的 被迫長期投資 那沒辦法那就沒責了好不好 那就真的沒責了 但是這個就不在我們討論範圍 因為你是被迫長期投資的 這種情況你要嘛就是 貪品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想說就是獲利益碼之類的 大概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反正今天的主軸是發航運 因為我覺得航運最熱 航運最熱然後又有最多人被套牢 然後剛好今天又有一個很明顯的漲幅 所以今天的主題大概再來講到航運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問題吧 我這樣講就是說以後的影片我會盡量把就是觀眾的問題去做一個簡化 因為我發現就是說第一個就是我會想我會希望我的影片是一個是老少嫌疑 就各種人都能觀看 那可是有些那種投資小白他可能比較不懂 像有時候我們會講什麼扣底值 扣底值誰聽得懂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來上過課 或是你沒有來訂閱文章 講這東西大家聽不懂 大家沒有人聽得懂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沒有人聽得懂的情況之下 大家會覺得說 我就不想要聽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聽了我聽不懂 那我怎麼會有動力想要繼續聽下去呢 所以我會盡量去把一些 講的東西去做個簡化 所以像今天講航運嘛 我覺得航運最多人有 那我就是開這個圖表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圖表 你再看不懂 就是你就看那個指數高低調 這個應該不會太難 就覺得說這樣子的講法 應該大家比較能夠接受 我自己這樣講 那或者說你有什麼想法 你也可以在下面跟我講好不好 好所以說那大家的問題 像有些像我看到有同學一直在問那個3708上尾投空 那如果有那種重複的股票一直在問的話 就是你可能每一集都在問同一檔股票的話 那一種我就不會解答了 就是我除非它有什麼特殊的產業情況 我可以來跟大家補充 不然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問同一檔股票 我可能就不會解答了 就是它股價可能沒什麼變化 產業也沒什麼變化 那個就你自己去看前幾天的影片就好了 好不好 好那再來看 其實這一篇我看一下上禮拜好像都是 都是感謝 都是說那個停播的事情 目前沒有想要停播 就是我想要轉換一下方式 對不對 那我覺得停不停播不是看我 是看你們 真的 就是停不停播真的不是看我 而是看觀眾 如果觀眾想要看 那當然我們可以去播嗎 如果觀眾真的不看的話 那其實我們播也沒有意思 因為播這個就是 它就是一個免費服務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觀眾想看 我會繼續播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什麼想看的話 那我們就停播 所以停不停播真的不是在我 那我來看一下 就是大家都是中秋節 中秋節 然後看一下 好多都中秋節喔 中秋節我先跳過不念好了 那個啟師他問了 老師細智財業績在未來 是不是不太受通膨的影響 只會受到升息和美元指數的影響 好那我這樣講 像細智財是哪一些公司 比如說像是力旺 像是四星 四星KY 或像是6643的M31 這一類叫細智財的公司 什麼叫細智財 就是賣腦袋的 他就是賣個想法 他應該算是整個半導體 他算是比較上游的 他就是賣腦袋 跟你講說這個圖要怎麼設計 他就類似是這個樣子 那這些公司呢 他有個特殊的現象 是什麼 他的毛利率 就是100% 這個100%是什麼意思 就代表他沒有什麼成本 所以他毛利率是 他成本是零 成本是零 他不需要成本 他都單純就是賣腦袋 他唯一的成本是什麼 人力 就是人力 所以那像這種毛利率很高 毛利率100%應該像是M31 或是像是3529的力旺 台積電的概念股 他們的毛利率都是100% 那我這樣講 像這種毛利率100%的公司 他有什麼好處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大家可以記得 因為像類似這種公司 我們剛剛在講到航運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股票的平價 像可能陽明啊 長榮啊 這一類海運的公司 他是用所謂的股價淨值比 來做平價 那譬如像利旺 或像是我們剛剛講到的M31 這一類的電子股 通常都是用本益比來評價 那本益比的評價的高低是怎麼看的 你的毛利率越高 你的本益比就會越高 你可以享有的本益比就會越高 所以像這種M31 或像這種利旺這種公司 他為什麼股價能夠上千元 就是因為市場給他的本益比比較高 他可能可以給到100倍的本益比 200倍的本益比也可以啊 對不對 他可以給到100倍的本益比 好那你去想喔 這些公司他雖然沒有庫存 所以他沒有什麼就是去庫存的壓力 但是他因為他本益比高 所以變成說 如果假設市場要修正本益比的話 這一類公司通常都是第一個受傷的 也就是說呢 市場什麼時候修正本益比 一個時間 美元很強勢 本益比就會被修正 所以你看喔 像那個同學說 像那種細製財 他們的業績是不太會受通膨的影響 理論上來說是 但他們的業績會受到什麼影響 受到美元很強勢的影響 那這個美元很強勢的影響 影響大不大 我跟你講超大 我舉個例子 大盤從今年的 18000跌到現在14000 你覺得我跟大家講喔 從18000跌到14000 跌到之前13000 最低跌到13000 這個5000點的跌幅在跌什麼 就是在跌本益比的修正 所以你說本益比修正嚴不嚴重可不可怕 我跟你講超可怕 真的超可怕 這一段期間都不是在跌基本面的修正喔 不是喔 真正的基本面的修正 是現在才開始 今年上半年都在跌本益比的修正 你看光一個本益比的修正 可以讓大盤跌5000點 你覺得這種本益比修正可不可怕 我個人是覺得蠻可怕的 非常可怕 所以說現在開始是在修正基本面 今年上半年是在修正本益比 所以你看像力旺這種公司 他為什麼會從之前的2000多塊 跌到現在升1000多塊 就是因為本益比被修正 這樣懂意思嗎 他們雖然沒有庫存 他們沒有什麼去庫存的壓力 但他們的壓力在哪邊 他們的壓力在聯準會 在美元這麼強 OK 好所以這個是我覺得看到 比較有趣的題目 8097講過了 然後像那個EVA 那個6683還有舊嗎 其實我那時候我印象中 對我印象中他的營收狀況 是沒有這麼漂亮的 就是我有講過嘛就是說 像6683的雍智科技 或是像是6510的金冊 或是像是6515的銀威 這幾間公司他們都做探針卡 還有什麼像中探針 可是你看喔 像中探針的營收 他是從之前的雙位數的年增率 變成只有剩下個位數 那這種就是什麼 營收爆發力在減弱 他就跟誰一樣 跟陽明一樣 陽明就是從營收的雙位數 變成現在只剩下年增7% 你看他上個月還有年增24%而已 現在剩下年增7% 這個就表示說 他的營收爆發力再不見了 所以雍智科技也是一樣 就是他的8月份的營收年增率 還是一個負數 所以當負數的狀況下 我就會覺得說 他的營收爆發力 沒有這麼的強 那像這種股票 我會覺得就是 營收爆發力沒有這麼強啦 那再來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上個月太強了 那上個月很強的股票 這個月我講過 他要動的機率就比較小 除非他能夠過上個月的高點 好嗎 所以說像雍智科技這種股票 第一個就是他營收爆發力 沒有這麼強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他上個月股價已經漲上去了 好吧 那再來像是剛提到那個上尾投空 我們最後來講 那個上尾投空真的講太多次了 講到一個都快爛了好不好 像最近像這種上尾投空 第一個我們一樣來看一下他的營收 營收其實 還沒有明顯的改善 但目前了解 風力發電的營收 營收貢獻也不是在今年 就是風力發電這個族群 他的營收貢獻不是在今年 是在明年 就明年開始之後 風力發電營收才會比較明顯的貢獻 所以第一個他的營收 沒有什麼太大爆發力 不過現在股價 他也算是剛好殺回了 大概是起跌 當時的起漲點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呢 你就大概先看能不能夠止跌吧 只是說 像類似這種股票 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反彈上去之後 你看這邊 從7月份到8月份 這邊有個平台區 這邊都是套牢賣壓 你知道嗎 套牢賣壓 所以說 當股價如果反彈到這邊的話 你要小心說這邊會不會有所謂的 解套賣壓發生 好嗎 好啦所以說 如果總結一下今天講的 第一個我們講的航運 航運就是一個回光返照 我個人覺得回光返照啦 那只是說 往上反彈 我們不知道他能夠反彈到哪裡 因為畢竟現在大盤很強 那或是航運也跌的比較深 所以他能夠反彈 但是不知道他能夠反彈到哪裡 所以自己要懂得見好就收了 那再來就是講到一些 像是評價這一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要去複習 好嗎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通知內容 我是阿森明天見 掰掰